地球的10倍 100倍 如果太陽這麼大的話 如果太陽這麼大的話 地球在這邊 你看見了沒有 我看見了 你應該沒有看見吧 我看見你手上的粉 地球可能是 如果太陽是這麼大的話 地球可能是這麼大 那不在這裡 不是在這裡 是在一個足球場 左右的範圍 才一個足球場 才一個足球場 可能比一個足球場不大 因為我是太陽這麼大 太陽這麼大的話大概三個足球場 地球在這麼小 在三個足球場外 繞著太陽轉 好變態喔 所以你現在看到 那個九大行星的 八大行星的太陽模型是錯的 它讓你以為 它讓你以為 太陽就這麼大 地球這麼小 而且這麼近的讓 太陽如果像一個足球 地球我以前在足球場外 而且地球是 比這個粉底還小 OK好 光線可以在很多地方前進 所以它在每個地方前進的速度也不一樣 這個波速不會是固定的喔 在不同介質喔 在不同介質的時候 它的波速不一樣 有時候光會不需要介質 對 但是有介質的時候 它速度會不一樣 喔 就假設在真空最快的 那在水裡面會慢一點點 在鍋裡裡面會慢一點點 在空氣都會慢一點點 那相對來講 在空氣跟在水裡面速度誰比較快 在空氣比較快喔 在空氣比較快的時候 因為我的理解是這樣 因為空氣的空氣是細胞的 它的分子是少的 它比較像真空子 多一點點空氣 可是是玻璃的時候 玻璃是都是介質 它整個是填滿的 都填滿的 它有物質在裡面 所以它填滿 所以它在裡面 手臭的阻擋會比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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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有 它手臭的阻擋比較多 所以它相對來講 會比較慢一點 它速度比較慢 但是它慢一點點 不過就是 慢大概0.0 一秒鐘都不大 幹嘛看不出來 當然不會到超過一秒鐘 它很慢喔 它那個速度差異很大 假設我對真空是3乘以10的8之8的話 在空氣的話 那是2.9999乘以10的8之8 在鍋裡的人是2.9乘以10的8之8 在水裡面的人是2.89乘以10的8之8 有沒有差別的 沒有差別的 沒有差別的 它上次有差一點點 沒有差很多 所以基本上 你不太會感覺它有差別的 可是有個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它差別 它就不一樣了 當我一個光 扣過一個 從不同的箭子從經過的時候 它就會不一樣 光不是用箭子嗎 蛤 為什麼你每次都會自然 個人來那個 不是每次都要這個時間點 不是每次都要自然 所以你應該要自己改一下 這是可以改的 我怎麼相信 就跟習慣一樣 可以改的 趙忠 你幫我拿個大燒杯衣 裝上杯水的好不好 真的喔 一個沒有智慧的生物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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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讓它被在那個 烘碗體裡面 謝謝 幾公升 裝完杯水就好 裝完杯水 一杯水 我們的光線 如果透過 鋪戒指的時候呢 你如果有經驗的話 你可以看過 譬如我把筷子 放在水裡面 筷子就會感覺 折彎 有沒有看到這個情形 你很漂亮 有看過嗎 有 你說什麼東西 筷子如果放在水裡面 你會覺得它有折彎嗎 我們不知道 我看到的是整個斷胎 我只看過折彎湯匙 我看到就是 這樣 所以 表演折彎湯匙就好 我沒有辦法 爛 真的假的 來 這是水 放進去 這是水 看得見吧 對啊 折錯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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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我們看看這個水 爆 有看到裡面的水 那條線嗎 沒有 有 沒有 還是沒有 沒有 我只看到你這麼亮亮的 沒有 我只看到整個綠水 有沒有看到它有歪一點點 沒有 它直接這樣過去的時候 碰到水的時候 它也往裡面這邊歪對不對 這沒有 往下面歪對不對 沒有 你看 因為你上面沒有光啊 你上面沒有 你上面沒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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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噁心 反擦 反擦角度 不是 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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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那些 反擦 分屏會使用 不然把它砸掉 好 這部分 很像是要經營的看得見 那個人覺得看不清楚 那你們下一個人 可以操作一下看看 好 但是不是現在 謝謝你們 不是現在 不要給別人拿了 怎麼樣 就是彎啦 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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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吧 來這邊 哇 還要吵欸 所以你看要這邊 可以放我這邊一下 好自然喔 還要吵欸 好 你們可以看到這邊有看兩條件嗎 我看一條 好淡 一條件是我打在 玻璃的外面 然後一條兩線對不對 好 我要再調整這邊 你看在玻璃裡面一條件 這邊走 往前腳啊 欸 走 看那邊嗎 沒有 看那邊 這樣就好了 在這條線黏著這邊走 沒有 外面的這條線黏著直直走對不對 是直直走 是直直走 但是裡面的線 沒有看到看到 是往這邊走的 有看到嗎 很細 這邊這條線 有剛剛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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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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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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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箱 食物箱 他們在養 超飛啊 養 養蜘蛛 對 我以後不來直接上頭 我跟你講 你可以說 請你這邊來 絕對不要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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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的 假的我現在光線直直直前進的時候 我沒有在 沒有透過 沒有透過任何戒指的時候 我都光沿著白線走 可是我光碰到玻璃的時候呢 我就會有一條線 就會變得歪過來 就是歪過來 歪到這個 綠色的線條 假的 我剛試過啦 你看那個水可以把他關掉 這個 這個 好 假的 不是 你的界面在上面啊 你要看這界面啊 界面啊 界面在這邊啊 我現在如果照進去的話 OK 這樣有看到線嗎 有啊 線是歪的 線是不是向下歪 對啊 好 我如果拿開的話 線是紫的對不對 可是我今天進去之後 線是歪的 居然手是擋到他有光 欸 一點點 線會往線歪 好了 我把髮線畫出來 髮線呢 是垂直這個 界面的線 叫髮線 這個叫做 陸色線 對不對 記不記得嗎 陸色線 不記得嗎 同樣的喔 在不同的界子之下的時候 他還是會反射 你看 這邊有一條線反射出去的 有沒有看到反射 好 這個呢 他同時間會形成兩個狀況 當他從第一個界面到第二個界面之後 他還是會一點點反射 一部分反射 那如果我們就算他強弱的話 這條 反射的強弱差多一點 有一部分呢 進去水裡面 這條叫做折射 哇好猛喔 他能量跟這個反射的能量加起來 剛好等於原來的能量 剛好等於原來的能量 所以我們說 這個眼鏡好不好 不用你去買這個眼鏡的時候 去買眼鏡的時候 以前的眼鏡不好 以前的白色的 我們叫做沒有鍍膜的眼鏡 沒有鍍膜的眼鏡 缺點什麼 反射率很高 反射率很高 有時候我大部分看到東西 碰到眼鏡之後 別部分反射掉了 進到眼睛的光變少 所以我眼睛反而會吃膩 雖然看得清楚 但是比較吃膩 因為光線不夠 那現在的眼鏡呢 他都有經過特殊的製作 他的材質比較好 所以他透光率比較高 現在眼鏡的透光率 大部分可以到99%左右 有百分99能量進到眼鏡裡面去了 都透過眼鏡 只有百分之一被反射 所以你拿著眼鏡看 勉強可以看到一些反射的影子 看到自己或反射的影子 那如果是以前的眼鏡呢 你拿到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因為是大部分光都反射了 大部分光都反射 可是現在眼鏡就不太容易反射了 他比較不反射 因為他大部分能量透過去的反射 好 那為什麼就往這邊歪 不是往這邊歪 因為速度比較慢 為什麼就往這邊 來源速度比較慢 隨便速度比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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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應該問一個問題 隨便比較慢沒有錯 那為什麼隨便比較慢 就往這邊歪了 因為隨便太慢了 他就歪了 所以呢 隨便太慢就歪了 為什麼 他歪沒有錯 為什麼是往這邊歪 這有兩個解釋 第一個解釋呢 你去看 你去看一台車 他書上的課本解釋是又一台車 但是這個解釋不太好 我不喜歡 這邊有個輪子 車子往這邊跑 我這個輪子先揭手 這個水 這個輪子走比較慢 所以車子往這邊跑 車子就歪了 就歪下來了 相對來講 如果車子往外 從你這邊往外跑 放到這邊 這邊都已經跑快了 為什麼要跑 他就這樣走過去了 你也可以看一下 好 我現在光從底下過去 我先透過水 可以看到他懂我們的角度嗎 好 好亮喔 好亮喔 可以來試 好 可以來試 好 可以來試 好 要勉強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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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為什麼不透金會聚焦 什麼 不透金會聚焦 我們等一下會講 你看到這條線 是這樣子這個方向走 有沒有看到 可以 是走到這個方向走 有沒有看到 好 浴涵你看不到 你要移個位置喔 你知道我背後 你看不見的話 就移個位置 浴涵 我先把它拿開了 還是一樣 幾乎是一樣 幾乎是一樣 那表是什麼 這樣重疊 我如果移過來一點的時候 就行 還沒有適合 這個大的塊 好 來念 我光旁邊進來 會往那個彎 我如果從裡面進去 往那邊彎 這是可麗的 這是蝦堆可麗的 那為什麼不做 我這邊彎 有另外一個說法 我比較喜歡這個說法 有另外一個說法 我比較喜歡 他的心情 我們來想一下 我們來想像一下 我們來想像一下 有一個人呢 他從這個點 要跑到這個點 應該只有兩個人 他是接力賽 他從A點要跑到B 接力賽 可是 在上面這個人呢 他跑得比較快 對 在下面這個人 他跑得比較慢 你要接棒 你會怎麼接 跑到後面去 站著等他吧 假設這兩個距離 是一樣的時候 是不是你會希望 讓快的跑 快 跑多一點 讓慢的跑少一點 這樣是會跑得最快 可能 你們這 怎麼可能 你們跑接力賽的時候啊 就是 這邊接棒 假設我從這邊 開始跑到這邊接棒 假設我騎跑得比較快 我通常會讓慢的 從這邊開始 對 在這邊接棒 讓我這個人跑多一點 這個跑少一點 這樣比較快到他 低股低低的 是不是這樣子 記不記得 有沒有這個經驗 沒有這個經驗 你們在接棒的時候 不是說假設跑得快一點 甚至這個 假設我們最後一棒 跑最快 會請他從這邊開始接棒 請他跑那麼多 接力賽 可是這什麼東西啊 不會啊 大多謝 接力賽你們有看過啊 沒有 沒有看過 就是 第一棒接給第二棒 第二棒接給第三棒 第三棒接給第四棒 第一棒接給第四棒 第一棒接給第二棒 我不懂他手機第一棒 所以接力賽還有多個棒 不啊 你們我可以比遊戲 就是我 他這遊戲那你不用講 我不要吃了 什麼東西不要吃了 不用講 對 沒關係 不好意思 假設我們現在在跑步的時候呢 我們以技圈 以技圈來算時間 這兩個人要接力 第二件是浩瑞跟宇龍一對 然後小薇跟宇龍一對 然後小薇跟宇龍一對 正常來講 可能是一個人跑一半 正常是一個人跑一半 可是呢 假設我們知道 譬如說小薇跑得比宇龍一快 小薇就有策略說 宇龍一跑少一點 你跑多一點 這樣他們整理實驗會不會快一點 會比較縮短 會不會 可能 一定會 一定會 是會 可能 還是不會 就是這三個答案 可能啊 會 一上皆非 如果是上皆非又是啊 一上皆非 接力不成三 沒有啊 前面幾個應該 一個 一個對我一個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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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我可以推高一點 你們沒有看到接力的時候 不要接力棒線 我看到後面跑太慢 我至少有最後一點 又可以跑比較快 我可以Carry全場啊 我很強啊 所以就跑後面的Carry多一點 那前面那個跑比較慢 我就多跑一點 我就多跑一點 去Carry它 因為我比較強啊 比較弱的話 跑短一點嘛 甚至我看過一個同學 他很強 強到什麼程度 強到這個人幾乎推到這裡 就是他幾乎 他幾乎是 他跑兩次輸別人跑這麼快 他幾乎 他幾乎 譬如說他從這邊 直接跑到這邊 他後面那個接棒就跑這麼一點點 對 700公尺 就是200公尺 100公尺 他可能跑150公尺 他的朋友就跑50公尺 因為他很強 他可以跑150公尺 他不小心說 我說還沒跑到就跑 沒關係啊 反正接力嘛 我就四個人同時跑 比團隊的啊 那因為我很強 所以我給別人多跑一點 那時候會讓自己跑完就好 那時候會讓兩邊別人 因為接力就是要接棒的 反正接著棒 推他 推他 推的不會快 結果閃電就要接力 那後面也是一樣 光從慢的 從快的地方到慢的地方 他會在快的地方走遠一點 在慢的地方走短一點 有沒有看到 這一條線 綠色線是比白色線長 下面的這一條綠色線 是比白色線短 有看見嗎 有 所以相對來講 他在快的地方走得比較長 在慢的地方走得比較短 那可不可以從下面去走 從上面 一樣嗎 從下面相對也可以 沒有 不是說從線的下面 什麼樣從線的下面 OK 如果從這邊跑的話會怎麼樣 變成跑得快的 跑得比較少 跑得慢的 跑得比較多 那所以這三條線 從A到B 誰會最快到 一定是B 誰會最快到B點 B 是左邊那個 還是右邊那個 是B 在哪 左邊 是左邊的 因為他在快的地方 跑得比較遠 在慢的地方跑得比較短 所以是會相對快一點 快點到哪個點 中間這個地方是適中 右邊的是最慢 最慢的 在自然界中 有時候就是會有這種 你越快越容易完成了 他的能量比較低 七七七 他能量相對比較低 比較少 這一根之湯大概會幾百元 所以說他會有這個趨勢 趙忠 怎麼樣 我會有點低 OK 所以會有這個趨勢 這是入射角 這是折射角 所以可以看到 在從快到慢的時候 入射角大於折射角 是不是這樣 大家回到這邊來看 我們剛剛講的這塊是慢的 這是入射角 這是折射角 是不是入射角大於折射角 這跟那樣是一樣的 那我比較喜歡這個解釋啦 但是也有人問我說 真的嗎 不會在快的地方跑得比較多 在慢的地方跑得比較少嗎 這等到你未來在學反正折射定律的時候 算到真正的去驗算它的速度的時候 取最佳化 你取最佳化的時候 這條曲線真的就是真實發生的曲線 從這邊進來到這邊的時候 我們要折射率已經有關了 對耶 我自然 折射率 這叫折射率 用鞋子去討 折射率 折射率 從這邊進來它的折射 歪曲的角度的關係叫折射率 這就是折射關係 從入射角 從快到慢的時候呢 它的入射角比折射角大 那相反的我如果從慢到快了會怎麼樣 就入射角比折射角小 那你要忘記的話去想一下那部車子沒有問題 這個比較快 到比較慢的時候這個腳擋住了 所以它要轉過來一點點 什麼車子 車子 什麼車子 我們都不講 腳是一部車子這樣滑過去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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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車子 這板也差很扶我 我在扶你啊 對啊 我在扶你 這部車子 這部車子 滑過去的時候 哇好厲害啊 這腳被擋住了 被卡住已經比較慢了 所以它就往下 轉過來 這卡住一點點 比較慢而已 一些地方比較慢的話 它已經彎了 不會不會不會 不會嗎 你現在回去試一下 假設這邊鋪地毯 先鋪地毯 鋪地毯比較慢 這邊是鋪地毯比較快 你就把車子這樣推過去 你會發現車子 撞到電腦 它就過來小肢進去了 它不會轉彎 它不會轉彎 不是會 慢慢彎嗎 不會 會 慢慢彎 這邊比較快 這邊比較彎 這邊比較彎 就會轉彎 對啊 轉個角度啊 它幅度很少 就在這邊會有個小幅度的轉彎 沒有錯 好 就看細一點才會彎 對 但是那只是 那是 再講一下 車子這個實驗只是幫助你記憶 車子的這件事情不是真的 不是真的 不是了 我講的這個方法是真的 但是它不容易被理解 真正的光纖的運作到它 剛剛那部車子只是幫助你記憶 我如果從快到慢會怎樣形形 就幫助你記憶它去理解它 但不是真的 好 所以說 光線會反射這件事情我們知道 現在就要講那個 剛剛 浩瑄問的問題 為什麼突透鏡會聚焦 突透鏡看過吧 這三個機子 誰是突透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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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叫做 剖面組 阿哥 阿 阿 你不在嗎 怎麼樣突透鏡 最右邊那個 最右邊那個 突馬 我們把突寫下來看一下 想當那個是中間比較厚的 後面比較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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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不是就是突透鏡 凹透鏡 不能這樣寫 要 直接 凹透鏡 中間比旁邊薄 所以這是凹透鏡 好 再摸體 好 那這個是什麼 鏡子 反正 這個鏡子 這叫面鏡 這叫面鏡 面鏡 你為什麼不怎麼說 我會講說面怎麼寫 好 我們剛剛講這叫透鏡 這叫面鏡 面鏡就是透鏡 有什麼不一樣 面鏡要透鏡 你看是可以透過去的 OK 非常好 那這是什麼 鏡子 這是面鏡還是透鏡 面鏡 這是面鏡 這是面鏡 這個是透鏡還是面鏡 透鏡 不是鏡 小意思是透鏡 就這麼簡單 透鏡跟面鏡的差別在這裡 透鏡 光線可以透過去 面鏡 光線透不過去 它是反射的 好了 所以這是出透鏡 這是凹透鏡 那這個呢 是不是 蛤 這是什麼鏡 這是什麼鏡 凹透 好 從這邊看呢 它是出面鏡 假設光打到這邊 它就出面鏡 假設光打到這邊 它就變凹面鏡 假設你看的是這一面 它是凹面鏡 假設你看的是這一面 它就出面鏡 所以用凹面鏡照 它就變瘦 A A 然後橫著用 橫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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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著 然後把凹的那邊對準 會怎麼樣 變瘦了 出的吧 我覺得出的比較變瘦 隨便 對啊 出的比較變瘦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是兩面用 這是兩面用的 這是突面鏡跟奧面鏡 同時都在上面 不是兩面吧 請拿去仔細觀察 我說磁鐵不是一樣 磁鐵是單面 但它這邊光照到就是突面鏡 這邊光照到是奧面鏡 可以理解嗎 這同時有兩個功能 那個磁鐵只有一面沒有錯 它已經凝結了 所以 所以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反射定律沒有問題 所以假設光打到這裡 它是往那邊反射 對 所以我現在用光打這邊 我光這樣進去的時候 它會反射到哪裡 反射到這裡 我移過來一點 正中間的時候 光直接反射回來 對不對 我再移過去一點 光是往那邊反射的 所以它這邊有一個焦點 就是假設我這邊有 平行的光打進去的時候 你看都會通過那個焦點有沒有 我的平行的光打進去 都會通過焦點有沒有 好像要持攻的會中快 這是聚焦的 它會把光鋸壓在這裡 它會把光鋸壓在這裡 那如果反過來呢 反過來怎麼樣 反過來超遠 你看喔 我現在打進去 欸 光鋸是往外 有沒有 我移過去 光鋸是往外 移過去 光鋸是往外 有沒有 這有沒有焦點 沒有 它其實有一個叫虛焦點 它會感覺上 好像做的光都是從這邊出來的喔 它感覺上光都從這邊 不管怎麼樣的光 它的反射光都好像從這個 橘色這個點打出來的 所以這個點叫做虛焦點 虛焦點 虛焦點 這叫做虛焦點 虛焦點 為什麼客人在那邊 誰叫它靜 它靜 它做一個組合 它把這個鏡子 我們在路邊有沒有 路邊轉角的地方 通常會有個鏡子 來幫你看另外一邊的角落 那個鏡子 是凹凸 是凹面鏡還是凸面鏡 還是凹凸 是什麼 凸面鏡喔 它通常用凸面鏡 我車子從這邊進去的時候 我這邊有個凸面鏡 為什麼凸面鏡呢 因為凸面鏡它可以把比較多的角度 往我的眼睛裡面彈 所以我可以看到的是比較多的面 我這樣看到這一點點的角度 所以看到比較大的面 你下次可以試一下拿到湯匙 把它轉過來 湯匙後面是兔頭鏡 你拿湯匙去看你後面的東西 所有東西都變小了 你可以看到東西變得多了 你看東西變得多了 所以你可以在空間看到很多 假如這邊有車子 或這邊有車子 同時也可以透過鏡頭看得見 它的好處就是這樣 它有一個凸面鏡 讓你可以看到一個比較大的範圍 你說 湯匙是外面 欸 那就找一個亮面的 不行 我沒有亮面 那就更別人見 而且去找一個便利商店 那種角度 塑膠的鏡頭鏡 對 反正方法很多 只提供你一個方法 那你沒有這方法 就要想辦法 就要找別的東西 好不好 不行 我沒有辦法 好 沒有辦法 好 這是出面鏡 出面鏡 做不到 唉 唉 唉 這是 這是 有時候 我常在想說 就是我們 我們在做事情 如果你 你第一個事情 就是說 我做不到 我不能 大部分的結果就是做不到 我做不到 可是如果說 我去試試看 你可能有百分之五十 有可能會成功 如果你說我一定可以 大概百分之八十會成功 你一開始的心態已經決定你後面的結果了 你說我不行 大部分都是不行的 所以 盡量避免說 我不行這件事情 或我不能這件事情 盡量不要這樣講 你問 問許甫說 你會不會成為世界地 他一定我可以 我一定要 百分之八十可能會成功 對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 非常好 對啊 就是你要有這麼破例 登山也是 我一定可以爬上去 你大概不會成功 還沒爬上去 我可能爬不上去 我這邊痛在那裡 我可能爬不上去 大概是爬不上去的 大概是爬不上去的 所以 再做個事情 你要先想著 我一定可以 透度是比較出來的 非常好 好了 那我來講到面鏡 透鏡 透鏡 我現在有出透鏡 我光線透過它會怎麼樣 聚焦 為什麼會聚焦 你沒反射 這是出透鏡 出透鏡 事實上會有反射 會有反射 反射比較少 反射比較少 這是一個透鏡 我們剛剛講過的 透鏡 光線裡面透過去 但是透鏡是一個爛透鏡 大概百分之十到二十的光線都反射出去 不行你看 這邊有沒有光 有一大堆 都是反射出來的光 太笨笨了 那你再看 你要仔細看 為什麼它有兩個臉 兩層 沒有錯 第一個光這個是反射的 第二個光是這邊反射的 它被反射了兩次 是喔 是啊 所以都是反射兩次 所以假設這個鏡子不深 它反射率比較高一點的話 事實上你真的透過去的光 就是 這個能量 減掉這個能量 減掉這個能量 還是變成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被減了兩次 它能量是比較差的 所以結果透鏡光 事實上不是那麼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事情 往現在一個透鏡 我做過它 等一下先往這邊 喔 往這邊 為什麼那邊會有多餘的光 因為它會在等差 好像往下移一點點 往這邊 往下移一點點 你看光線移上去 往上移一點點 所以它這邊會有一個 大概會在這邊有一個焦點 如果是我平平光線去的話 它光線會在這邊有聚焦 那為什麼這邊有聚焦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分析一下 因為黏鏡子算錯了 我們來分析一下 這是一個透鏡 我給它平行光進去了 什麼叫平行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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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行光就是平的光 要不要舉個例 哪沒有平行光 每個光就是平行光 喔 是嗎 這個光亮下來光是平行光 是啊 是嗎 如果是的話 不是啦 是兩條線都平行的啦 這個 這個三條線全部都平行平行 那為什麼這個光燈不是平行光 因為它就反射到很多地方 很多角度啊 你看到 日光燈 日光燈 從這邊看到日光燈 它是這樣子光燈這樣下來的啊 它不是好幾個點啊 它的光線這樣下來它不是平行光啊 對啊 所以假設我那個東西擋住會不會產生影子 會 我是越靠近 日光燈底下的影子越大 還是越靠越遠 遠離日光燈 越遠 越近越大 越近越大 越近越大喔 你要不要看你的光 你的影子 如果說當你移動的時候 你會看到你的影子 變大或變小 這就表示這個光是不是平行光 這光是不是平行光 這不是平行光嗎 你舉個例子吧 好 剛剛 剛剛 宣有說影子不見了 為什麼影子都不見了 因為 因為有很多光 因為人家已經被剪了 簡單來講 你上升移動的時候 為什麼影子不見了 因為有很多光啊 對很多光 然後呢 它照 有些光照到你 你原本影子該在的地方 所以它會把你影子剪 OK 非常好 我給你聽喔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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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這個光 這邊有的光 這邊有的光 我這個東西放在這裡 它 是不是會加藏一個影子 在這裡 對不對 真的會影子 你畫好看 你畫好看 這個會不會加藏的影子 哪個影子在這裡 這個在怎樣 為什麼可以寫 因為它放在位子寫啦 對不著一堆光 那邊有光 那邊有光 每個光 每個光都會對這個東西 產生影子 如果露天這麼近 後面有沒有影子 後面影子 因為所有的光都透不過去啊 可是我一看到這邊的時候 後面影子怎麼不見了 因為這邊這個燈就照到啦 我這個紙可能可以擋住那邊的光 可是我這個紙擋住那邊的光嗎 是不是光下來了 剛剛許服講這個意思 因為光太多了 影子會被你擋住 有些就不會擋住了 不會擋住它那邊的光 這個影子不見了 所以像這個燈呢 這燈打過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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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遠啊 就跟它沒有重疊了 所以這個地方 是不是就被這個光打到了 這光就可以直接打到嗎 對不對 是不是這邊就不是那麼的暗 那除非我把這紙再放低一點 我如果再把這紙放低一點 我如果再把這紙放低一點 放到這裡來看 我就會擋住了 我的光可以擋住 我的光可以擋住 我的光也可以擋住一些 所以最暗的地方在哪裡 最暗的地方在這裡 這邊什麼光都擋不到 它就是最暗的地方 它就有影子 可是如果是要沮喪一點的時候呢 所以光擋不住了 這邊就沒有影子就看不清楚了 好嗎 好 所以你的光很多的時候 影子就不容易出現 它都沒有影子 所以在攝影的時候 為什麼要用兩個光 為什麼要用兩個光 陰影 陰影會在哪裡 在我想看到的地方 什麼地方 我知道 正後 正後方 你如果有一個光啊 你會發現 比如說這個光在這裡 然後攝影從那邊攝影 來 smile 笑 咔嚓 咔嚓 影子這邊就黑黑的了 哎呦 對不對 就會感覺到後面有個東西 所以你有兩個光打進來 我後面會不會影子 沒有 我後面會不會影子 這樣照片就比較漂亮 不一定 還是有可能會影子 為什麼 我不曉得 之前去看過人 那個在那邊照著 然後再去 這裡 OK 零一事件 蛤 有一個燈光 有一個燈光 有可能 那調一些角度 所以有時候在看 有時候 有些那個影星 他們在拍那個 拍外景的時候 因為光線從上面下來 那臉沒有影子 通常看到下面那個鋁箔 那會反射 反射光 然後到他臉上 他臉會比較漂亮 臉巴會很自然 為了漂亮 那一點是可以犧牲的 好不好 好了 我們來看這個扣勁 光線過去了 另一個事情 我直直達到這個中間的位置 這是我的接觸面 這是我的打線 我的路側角是零的時候 我的折射角是多少 零 先直達這邊扣進去 就直直地扣進去 好碰到這邊了 有看到另外一個界面 我這裡還有 還是有 還是有界面對不對 我的路側角還是零 我的折射角有多少 零 還是零 所以這條線就直直的扣過去了 帥 沒問題吧 嗯 好 現在來看這面 這個面是斜的喔 這面是斜的喔 我感覺到我一直擋到妳 你有看見嗎 有嗎 有嗎 這面是斜的 所以我如果畫一看它的把線 把把線在這裡 這是路側角 這個是空氣 所以光的速度比較快 這是一個玻璃 它的光速比較慢 所以從快的地方到慢的地方會怎麼摺 會摺這條比較小 摺這條比較大 忘記了 忘記了 再想一下 這邊是快的 我也都是這樣的 有時候我的圖書也這樣 我忘記了 所以我就回去想想看就好了 這邊是比較慢的 所以我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我要進來 我現在上面走多一點 下面走多一點 下面走多一點 上面走多一點就會變這樣 對不對 好 假設這是 這是髮線的話 這是路側角 這是折射角 所以折射角比較大 比較小 比較小的位 就從不去看到了 來看看這個折射角 所以假設我這條線 是直線這樣進來的話 我會比較小 是會往邊折 就這樣過去了 好 這邊的 這個曲線的地方 比較靠近髮線 這路側角 折射角比較小 好了 又碰到了 又碰到 又碰到一個邊 又碰到一個界面 然後再把髮線插出來 髮線 所以你的髮線往後退 好 把線畫出來之後 如果這個橘色的線 又直走 就這樣走 可是同樣的 要碰到一個界面 而且這是油慢到快 油慢到快 油慢到快 路側角變小 折射角變小 會變大 變小 變大 會變大 所以變大是遠離 腳步比較大 所以我的橘色線要遠離 是不是要往那邊走 對 再看這個是 這邊的折射角在這裡 對 橘邊緣 這是折射角在這裡 從 從柱這個角 大來折射角 再從折射角 再從折射角 同樣道理上面這條線也是一樣 它先往裡面折射 再往裡面再折一次 所以它會變成 向裡面折射 所以它這膠裡面在中間 這是突兜筋的方式 這樣 所以它會往裡面折射 它會聚焦 有問題 有問題 回去 要稍微複醒一下 為什麼 突兜筋會折射 聚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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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